今天又要帶大家走向戶外去爬山了 但是主角非常特別的是你我都曾經動過 卻不一定拜訪過的一座百月 先別聽到百月就緊張了 它可是有著號稱最簡單的台灣百月喔 到底可以簡單到多驚人的地步呢? 今天跟著我們一起站在中央山脈的仁線上 享受被群山、雲海、360度包圍吧! 其實這集對肉比頭來說 可是個很重要的篇章 使我們期待已久的百月序言了 那就開始吧! 現在在開列車中 今天又要去爬山了 我們回到第三次了 喔超恐怖的 我們現在來到武嶺 現在海天還沒亮 我們想要來看日出 現在氣溫其實還蠻冷的 早安還是晚安呢? 因為現在天色還是蠻暗的你看 今天跟著我們覺得日出有點海吧? 對啊!這就是橘色的天色 竟然是這個顏色的欸 而且這原海感覺太扎實了吧 好像床墊的感覺 好像床墊的感覺 真的喔? 我之前來那麼多隻 好像沒有看過雲海 其實我們以前大學的時候 我們學校都會流行 大家都要跑來這邊來看日出 而且很神奇的是都在那邊日出 竟然就已經這麼多人在那邊看日出了 對啊!我每次來武嶺 不管什麼時間點都有門欸 超神奇的 對!它現在其實蠻冷的 現在大家在等日出 現在5點半 今天日出時間大概是5點4個基本 武嶺位在和歡、主峰與東峰之間的安部 海拔3275公尺 是在台灣開車所能抵達的最高點 因此有台灣公路最高點支撐喔! 我們現在去武嶺上面的涼亭了 你看到那邊的山坡都有 就是陽光打在山頭上 好可愛喔! 我終於看到晴天版的 但我必須說我覺得它在陰天的時候也是很好看 我們之前來其實有遇到陰天 然後跟陰天都遇到 都有遇到過 今天算是天氣最好的一次 收集完全了 我們看到這是攝影機 這是來武嶺的一堆桌子群 真的嗎?我為什麼沒有聽過這種傳說 好好笑喔! 我第一次聽過這種玩法欸 它這好修圖喔! 你看起來起碼235公分 那武嶺的旁邊呢 步行差不多30秒左右 只有洗手間非常的貼心 那我們接著就要回到騎車場 去我們今天的目的地了 冷到一個大走音了 先開車過去 因為還有一段路 武嶺觀景台的位置 將周圍壯觀的山線盡收眼底 因為位處深山之中少有光海 在無雲的夜晚裡是浪漫觀星的絕佳地點 而冬季時這裡的一切 將被大自然覆蓋上一層純白色的雪景 那你覺得最美的是哪一個季節的武嶺呢? 你看沿途的山景 其實我一直覺得河歡山這邊的山路很漂亮 特別天氣好得很瘦欸 非常誇張 超級誇張的漂亮欸 而且它附地很大片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在哪裡 想走開 我們今天在河歡山 沒錯 非常開心要出來爬山了 其實今天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值得經驗的事 是因為說 為什麼呢? 經過了將近兩年 終於要賣一項百月篇了 等一下大家就知道為什麼 我們會推薦大家先來走這座 再去其他地方 這邊突然看到很多座 我們之後要去的地方 其實它的視野圖標的蠻準確的 很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我們現在跟大家講一下這邊的環境 就是我們現在在觀景停台這 然後停車好像差不多可以停 3、40台車左右 不會記得要去找電台喔 很容易買 對 然後這裡下面呢是洗手間 然後旁邊呢 那裡有販賣 我們看到很多人走出來 等一下我們就要去吃早餐了 走吧 走走走 3158咖啡 就是它的海拔高度的意思 耶 這是早餐了 吃東西我就非常的開心 來這邊這麼冷 當然先吃一點熱的喔 這邊是五樣午食 不過在這麼冷的地方 可以有東西吃就不錯了 還是熱呼呼的 我們早上看得出什麼武林的制度 我跟你講大家不要看這個陽光 高山的陽光都是會騙人的 我要幫大家開箱好不好吃 我有加那個甜辣醬是不是很鬼 你幹嘛吃自己呢 肉以前大家都叫狗玩 肉以前大家都叫狗玩 因為臉很大可是身體很瘦 而且還不錯 它沒有泡爛掉 那我們現在就從旁邊這個商店呢 先步行 先往石人山 天氣是不是很好 太辛苦了 這站有隻肥鳥 這畫面超好看的 肉依相當的興奮 翔哥我先走了 掰掰 那我自己先走囉 欸 你車要開走喔 對 它旁邊有好多這種小紅花 我不知道怎麼 它長得有點特殊 很鮮艷欸 老實講 對啊 我覺得那這樣石門山有蠻多季節都可以來的 我大概2分鐘發覺已經到入口了 我覺得很帥嗎 人線上欸 然後這裡有停車場 但是估計差不多10個以內吧 走囉 大家 我們現在到了石門山步道路口了 其實現在就已經開到終點了 我們好像很少會看到那種爬山 直接開到終點 所以它是不是其實真的 絕對有資格號稱為最簡單百月 那大家來百月呢 其實高山這以外呢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保暖 因為百月通常3000公尺上 氣溫會降非常非常的多 保暖成一些比較常見的材質 可能會有化鮮啊 魚肉啊 或者是刷毛之類的 這畫面它有非常貼心的巧思 就是你看 這兩側呢 它其實是化學纖維 為什麼是化學纖維呢 翔走哥 因為其實化學纖維相對於羽絨 比較不怕水 那它羽絨的部分呢 它羽絨這次是坐在身體的軀幹這邊 等於說你最怕的地方 它是用羽絨 因為羽絨其實相對來說保暖還是比較好 可是它就比較怕水 就是等於是兩根的結合 怕水的地方用化鮮 比較不會淋到水的地方 我們就要來實測 我們這次穿了 Lulu Lemon Down for Little系列的外套 到底能不能經得起考驗呢 來東方 我這樣下面用在三角點 好多蠻草的啊 可是這個化不知道怎麼化 這蠻可愛的 對 我也覺得它蠻可愛的耶 它是粉紅色的耶 應該說河歡山這裡最讓我喜歡的就是 它非常茂密的植被 欸翔你看 我剛剛在看它 我覺得它超級像台灣的耶 其實這邊好像一直都會有水池耶 你說比較像什麼 三角形 呵呵 真沒感覺 現在才0.1km 我還是覺得有點喘 不知道為什麼嗎? 我這次比上次好感覺 第一次環島空派的時候有來過 我們那時候發現這裡的鳥的肚子 好像都特別肥 你記得嗎? 可能是餵脂肪吧 這邊太冷了 對啊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是不是在儲備脂肪 牠們肚肚都很大顆 超可愛的 可是我們第一次來的時候超扯的 風大到完全連人都站不穩 哦 對 其實這條路線真的超簡單 它連路都很好走 它很漂亮 對啊 大家肯定都有發現這裡奇特的岩石狀態吧 一片片碎裂上被劈開的紋理 就是河環山上最常見的板岩了 板岩其實是由葉岩和泥岩變質而成的 而碎石地也就成為 許多高山植物生長的環境囉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更好笑的事情 你怎麼知道嗎? 真的假的? 是我現在覺得好熱哦 哦 現在真的很熱耶 我們剛才走了一小段 發覺實在是太熱了 受不了 只要把外套給脫了 你看它是不是很誇張? 看起來很瘦 我跟你講直接就是現場送了5公斤給各位看 然後它的口袋都有拉點 然後它這一層也是口袋的 就像剛剛想說的前後背的地方 都是魚喔? 其實我覺得你現在很像一個人 誰? 警察 因為女警都會綁電子 然後綁帶衣 然後衣服灰色的 綁帶衣是帥的嗎? 帥的 好 OK 其實我現在這個角度看起來 很像讓我回想起桃園谷的老實講 哦 有耶 我懷疑冬天這裡上面都會掛著白白的雪吧 我覺得超好笑的 它整個超平的耶 怎樣你想養牛肉? 很想滾下來 可是我覺得靠近應該會發現它非常的高吧 有沒有人跟肉一樣好奇 石門山竟然這麼簡單 怎麼會被列入台灣百月呢? 因為其實列入百月的標準 是必須超過3000公尺以上的山峰 再加上有三角點為優先的考量之下 石門山就陸選了 但是大家千萬不可以因為這樣輕忽百月喔 應該說石門山真的是一個超級特例 老實講我現在跟肉園覺得很喘 還蠻喘的 因為我們就是邊走邊講話 然後又要邊爬 然後重點是你就是在高海拔的地方 真的有點喘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你想要挑戰百月 真的可以來這裡 先適應一下學習感受這種感覺 我們路上看到一條岔路 進去裡面看一下 你看這棵小樹兒 它有點像河外塞一個很有名的一個樹 小松樹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我在講什麼 哇喔 此刻我們可是站在中央沙脈的冷線上啊 也是所謂的台灣屋籍花蓮與南投的縣界上 晴天的時候這裡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南北連綿長達30公里的中央沙脈群 好美喔 你看那個綠色 多麼均勻就是清零色一個綠色 我們剛剛就是沿著這邊這樣子走過來了 很簡單的路線 可是風景卻是很漂亮的 很超值 其實我覺得站在這裡你真的會感受到 就是現在台灣的幸福耶 台灣人好像特別喜歡爬山 你們有覺得嗎? 其實我覺得這裡的景觀很好耶 然後拍照也超級好看的 正後面就是宮頂了 超多人在那邊聚集的 對 那我們走吧 出發 走走走 前往宮頂處 最後的50公尺 那為什麼取名為石門山呢? 在19世紀當時修築和歡月嶺道時 早開了這座山北人的岩壁開路通行 因此而命名為石門山 哇 肉依第一座百岩 沒錯 齊萊北風雨煮風耶 這邊看到的 齊萊在對面喔 應該是很高的那一個是不是 嗯 看起來很像這個喔 石門山 肉依第一座百岩 3237 對 其實河灣山算是百岩中裡面 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的百岩 最優秀的 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聽說你們來這邊一定要記得戴帽 你在高山的時候頭吹到風的話很容易高山鎮 喵喵 牠就是我們在淵嘴山看到的 真的嗎? 對 可是我忘記牠的名字 其實我覺得這邊鳥好像都比較不怕有沒有 我也覺得欸 應該是我之前去爬過一個河灣北風 河灣北風我中間就有去那邊 這邊也是一個我們之後會去的地方 蠻紅耶 蠻湖大康 可是這個行程比較硬 還是要循序漸進 現在中間尖山也是比較危險的 一開始從膠再慢慢慢慢爬欸 欸 我跟你講這個角度 你看那個雲海 是要滿出來了嗎? 牠已經滿過山蟲了對不對? 非常地開心 好啦 我現在要帶著牠去 喝Latte的好不好? 用眼睛喝 今天要進入影片的高潮 大家以為影片的高潮三角點嗎? No 因為肉依最近發現一個很厲害的品牌 要跟你們分享 其實我們這次全部都是體驗 Lululemon他們家的 那它差別在哪裡? 為什麼會被露成這樣? 我發現他們家很厲害 是針對女生的部分 就是腰身 因為冬天就是很怕你穿很多 然後看起來很廢 你就有小翹子 你在旁邊呢 都有一些反光條 大家不要以為只有這件背心 還有修身的效果 其實我們當下是在試衣接頭 我們看的時候 看鏡子是不是滿明顯的 對啊 牠的線條真的很誇張 很修腰身 其實褲子也是欸 牠的彈性很好 而且我覺得牠這個顏色很好看 而且臀部的線條也有修飾 歡迎來到肉依特 登山彩蛋時間 今天肉比頭就即將進入 我們第一個 白日的登山彩蛋 首先最重要當然就是交通 該怎麼抵達河歡山呢? 大眾運輸工具的部分 大家可以搭乘6658、6659 還有6664 抵達清淨農場這裡 可以參考公車旁邊的顏色 去對照它的路線 看到清淨農場之後 可以搭乘6658A號藍線 抵達到河歡山這裡 看你是要去松雪樓 或者是武嶺石門山都可以抵達 那麼自行開車 該怎麼前往呢?翔走哥 建議大家走國道6號 然後最後接台14甲 一直往上開就可以抵達屋頂那邊 那麼今天的主角 也就是我們最推薦的第一座白月了 就是所謂的石門山了 今天大家將車停在松雪樓附近的停車場 那也差不多有四五十個車位 然後停好之後呢 我們在步行往石門山的方向 差不多五分鐘吧 就到石門山的登山路口了 其實登山路口旁邊也有小小的空地 但它車位差不多個位數三到五個左右 所以大家就是攻頂之後 三角點拍完照 然後再來一回就可以了 這樣時間上也差不多 一個小時以內可以完成 挑戰完石門山以後 你還想挑戰其他白月的話 這邊旁邊附近還有兩座我們也很推薦的白月喔 一個就是河歡山的東風步道 以及旁邊的河歡山竹風 這兩條路線呢 大約都是在兩個多小時左右就可以抵達了 所以是我們很推薦其他 更進階一點點的白月路門喔 那為什麼我們會推薦大家 先從石門山開始挑戰呢? 其實白月是一件蠻嚴肅的事情 除了在裝備還有體能上面 是有更大的要求 在3000公尺以上 其實會有空氣兩氣比較稀薄的問題 這樣就衍生出 你比較容易身體會有高山症的反應 所以就在這邊循序漸漸去練習 才知道自己適合到怎樣等級的路線 沒錯 其實甚至我跟翔走哥 平常都是有在爬礁山 或是維持運動的習慣 我們上去的時候 其實也是會有點略喘略喘的感覺 但是明明就是非常簡單的路線 那來到白月 我們推薦大家有幾個裝備一定要帶 當然第一個是 一定要先準備好GPS軌跡圖 另外就是 薄亂以及防水的準備 因為人體在失溫的時候 是會很容易快速就會死亡喔 沒錯 尤其是山上天氣變化非常的大 我們去的好幾次都變化超大的 那大家記得打開下方說明到肉皮頭 這篇相關的文章 仔細看裡面提醒的注意事項 還有其他的路線提醒喔 又到了conclusion的時間 所以針對衣服呢 我們今天早上就穿了一件外套 一件背心 然後一件他們家的衛生衣 使用心得來下來 我會覺得他們這件的外套呢 在一般的毒石其實是很過癮 或者是一般的嬌山 尤其是在市區 就是它可以兼顧時尚造型 然後又有功能性 而且重點是它表面其實是防潑水的 但這一層主要還是算是包亂層的部分 沒錯 我們建議大家外面還是要加算 一個防風防水層的外套 比較適合一點 對 畢竟高山濕氣又重的話 濕你就很容易冷 那我們現在回來為這個石門山來評分吧 2 3 3 啊! 那一定是5分 我就知道你會給5分 因為它太簡單 而且風景漂亮 真的 我覺得它的風景打過很多 就算是嬌山的山欸 重點是它真的簡單到不行 我真的給滿分 希望大家可以循序漸進的 像我們一樣 沒錯 這樣才有心理準備啊 肉比頭可是花了兩年才到百願了 喔 對 願望得下 戴客 訂閱我們的Gino 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個景點見 戰備唷 近期會多增加一些百願囉 近期會多增加一些百願囉 其實真的是很特殊 你看上面還有一棵樹 對啊 它就這樣長一半也不會掉下 來喔 喔 真的很窄欸 欸 前面更窄啊 大家就戰備狀態 欸 其實這也算一線 天啊 其實這也算一線 天啊